好 接下来看到中美问题 那么10月20号北京卫视在晚间新闻当中的一个报道 北京市经济跟信息化局总经济师唐建国公布了 这个是小米 小米公司在晶片研发取得重大的突破 那么是成功的流片了国内首款3奈米制成的手机系统级晶片 那么这个部分也代表说已经通过初步的验证 我们请教亮哥 这个我觉得是试产啊 还没有到量产阶段 因为技术上它也许做得出来 可是那个会不会有利润不知道 就是说它是到底是重叠多少次曝光啊 因为中国大陆并没有EUV嘛 所以你没有极脂外光 你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因为这个东西到最后上市一定都是几百万支的啦 上千万支都有可能 那那个时候就牵涉到良率啦 因为小米以前也曾经做过自己的晶片 叫松果澎湃 就是失败 所以坦白讲很多公司都这样啦 都会说哎呀我市产出什么啦 那最后并没有出来 因为它还要量产 量产就有良率 还有利润的问题啊 你要去算啊 所以我坦白说啦 要像华为这样 经过MAT60啊 然后经过Pura之后 然后都证明是有利可图啊 然后都做到千万支以上 这样我才会信以为真啊 因为我认为 如果你是在实验室 或者小规模的生产 那中国大陆 可以做出到三奈米 这个我不会意外啊 因为那个叫做不计成本 要把它弄出来啊 对不对 那可是真的要到量产 才有意义啦 是好 那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现在加速要来重修太平洋 天宁岛上这一座偏远机场的细节 在1945年8月 美军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B29轰炸机 就是从这一座机场来起飞的 而现在美国呢 针对目标已经变成了大陆了 所以在这个释出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当中啊 头戴红帽的美空军工作人员 手持砍刀跟GPS的设备 在天宁岛的森林当中 一边砍树一边前行啊 这个任务是根据黑白影像跟地图 标示出了在天宁岛北部机场 旧跑道的边境 用挖土机推倒树林 平均每天要清出 117辆卡车的废弃物 这个面积呢 接近八个足球场那么大 天宁岛是在距离美军第二岛链的 核心基地 关岛基地群 大约是160公里 那么在美国的防务新闻表示 美国海军团队 8月份就宣布斥资2800万美元 要对北卡罗来纳州 戴维斯营机场来进行大修 这是二战时期的基地 请教蔡委员 天宁岛对日本人来讲 当然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因为当时美国派出B-29轰炸机 就是带了核子武器 就是原子弹 人类最早的有爆炸的原子弹 二话不说 就是丢到日本的长崎 关岛 广岛跟长崎去了 现在为什么要重新开辟天宁岛呢 因为现在关岛也好 或者是夏威夷也好 他们现在排第二岛链 跟地上的防卫的构想 已经确定第一岛链已经不保了 所以必须加强防卫第二岛链 跟第三岛链 天宁岛就变成一个被选中的对象 要不然你关一个机场在附近 万一跟解放军产生冲突 那个机场被炸掉了 那另外一个备用机场在哪里呢 想来想去二四大战 天宁岛曾经作为美军 在这个太平洋中 数一数二的大型机场 所以现在重新 再把那些杂草重生的地方 整理整理 所以天宁岛有一天会变成 美国对于这个亚太地区 使用武力时候 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 那我们来说 他这个当然不是对日本 也不对韩国 一定是对中国而来的 对中国而来 所以天宁岛未来也会成为 中国要演习的话 非但瞄准的目标 所以双方面都会一定会 对这个东西 有重新的战略规划 但是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讲 也要提防 第一岛链也许美国 没有办法占优势 美国一定会请全力 在第二岛链跟第一岛链 占一种绝对的优势 美国才会对自己放心 但美国能不能受到这种对解放军的绝对优势呢 现在还不清楚 是 亮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美方最近就曝光了 美国的这个军方 重修二战救机场的这样一个消息 接连事出 没有他本来就 那个冲绳那边有一些要撤到第二岛链 就是那关岛可能不够 所以他要重建天灵岛 事实上冲绳 美国大概也包括人员 据我了解至少要撤走三分之一 那这个也是对日本做交代 因为日本觉得 你占了冲绳的地面面积太大 那冲绳也在抗议 所以我觉得 坦白讲 也有一个最实在的理由 就是他不要让自己站在第一线 这才是真的理由 对的 所以他就要躲 躲到 然后就 现在你看他现在对台湾的都说什么 海豹部队在协训台湾 这种特战部队又不是第一线 这种特战部队都是做爆破的 做暗杀的 正规军在打 那轮得到你啊 这个就好比李志诚跟明朝的正规军在打仗 管理警衣卫啊 意思一样嘛 警衣卫就不是正规军嘛 战争是正规军在打的啦 所以人家才说 海豹部队来打台海战争 那最多大概就是在军舰去弄水雷吧 不然不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 他们想太多 连靠近都很难靠近 我事实上认为他没有角色啦 不真的在打仗 那个海豹部队是没有重武器的 对 先前两个就讲 对啊 郑卫军 现在的现在的作战都是重武器啊 对 你怎么弄啊 炸弹都一个好大一个 他们是那个蓝波 蓝波 就是在山里面打那种 那个就是游击战 特战 没有来帮忙撤退 赖幸得用的 他还是有他的任务啦 对 反正就是特战任务啦 不是正规作战 战争不是他们决定的啦 对啦 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觉得 没有啦你从天灵岛再建设 你就知道美国开始要往第二线 甚至到第三线 那有一些放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啊 所以他越拉越远 然后可能以后航母也不会进来第一岛链了啦 他就派战略轰炸机来绕一绕 就这个B52啊 B2啊都来了 因为够远够高 比较不会死人啊 就这样啊 就是他们未来会改变成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认为他的角色就是这样啦 是 而且如果是川普当选 那会更明显 是 我认为他的顶着 就这样 在这里 看到没空 我们现在就这样 我认为他一定会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